第六次上課,所以今天的話第七次 總共我們有十次上課,後面還有四次上課 那四次上課的話呢,可能就是再延伸出去 就是爬取網路上的資料 那網路上的資料,這個當然現在需求越來越大了 主要原因是因為很多人每天需要抓取的資料可能都來自於外部 那外部大部分其實也都會需要從網路上撈取資料 那如果說你不懂得用程式來撈取的話 變成說你又塗法鏈鋼 如果每天都塗法鏈鋼,每天都Ctrl-C Ctrl-V 然後每天都做一些塗法 其實也就是把自己當回圈 有沒有,回圈,跑回圈對不對 那回圈你要跑幾次,我們設定好就跑完了 但如果說你不會跑回圈的人,你就是自己當回圈嘛 對,一樣的道理嘛對不對 我發現其實為什麼我會想要寫程式 大概其實卡住時間最多還是回圈 因為回圈,基本上人腦比較沒有這種回圈的概念 因為人腦還是就是循序漸進的 但電腦不一樣,電腦它就是最強大的我覺得就是在處理那個重複性的 或者大量的那種重複,就是這種類似 那如果我前面講過,如果有範圍用for回圈,沒有範圍用化回圈 這大概也都跟其他語言差不多 不管說你寫的是哪一種語言,其實都差不多類似 只是說語法稍微有不同 那當然將來我們一樣可以從外部抓取資料,一樣跑個回圈嘛 看你那個網頁書,有的時候網頁可能它不只一個page吧 可能有一百個兩百個,上千個都有可能 那當然呢,有些每天都要撈,有些要撈像股市資料,期貨資料 或者是說像很多的金融相關的資料 因為現在政府大量推Fintech,就是數位金融嘛 所以我發現,來學這門課的很多其實都是金融相關從業人員 而且這個趨勢的話,感覺上最近越來越明顯 因為很多人如果在金融行業,他如果不懂得這相關的程式的話 那基本上可能未來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現在好像職場上就是要有這個專業 那如果你不會的話,可能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能將來也許,比如說新人都會嘛,那你舊人不會怎麼辦 對不對,ok 那變成說,舊人新的要會,舊的也要會,什麼都要會 OK,十八般五億啦,其實也不好混啦 那任何行業都一樣,也都是面臨到這種 就是說你要怎麼樣把一些程式自動化跟AI 或機器學習啦,深度學習等等,這些東西呢 怎麼樣就把它結合在你的工作上面 那讓你的工作能夠有一些新的亮點 因為你工作,你的不管任何行業都一樣 如果說你沒有突破點的話 那你跟其他同業就無法競爭了 對不對,你如果沒有競爭的話 當然慢慢,你會發現你的訂單業績就會減少 OK,所以我們一樣,最重要其實程式還是要結合資料庫 那上個禮拜大概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什麼叫SQL line資料庫 OK,這個資料庫的話 實際上最大的特色它就是一個單機 有一個檔案,什麼什麼點db 我們叫科斯01.db 那這個資料庫的話呢 它能夠控制它 我們是利用Python裡面一個SQL line 3的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已經內建在Python裡面了 所以你只需要 import它 所以我們第一行一定選 import 控一個SQL line 3 有沒有,OK 然後呢,你利用這個模組 就可以操作什麼 操作關於那個SQL資料庫的所有相關的運作 那最重要的第一個當然就是如何建立資料庫 OK,那建立資料庫的話 其實我們語法第一行就是Connect 有沒有,SQL line 3點,後面有一個Connect Connect的話就是你可以直接去連結資料庫 但是如果你那個資料庫不存在 我講過,它會自動幫你create 自動幫你產生一個檔案 那第二個是資料表 OK,資料庫裡面你可以放 放許多的資料表 那資料表裡面還有欄位 所以我們可以有個create table的語法 create table後面的話,加一個table名稱嘛 然後後面就是欄位的名稱 它的形態,有沒有 OK,然後你就是可以把這個資料表產生 像我們上來留在練習兩個欄位 一個是Lumber 然後一個是Telephone 一個是號碼,一個是電話 然後怎麼樣,建好之後的話 然後第二步就是怎麼樣 再把資料放進去 那放進去之後的話 可能你可以放一個兩個三個 多個的話 然後最後再把它讀出來 OK 那所以,基本上如何 這個操作資料庫 如何建立資料表 那當然我講過刪除資料表 就drop table drop table table名稱就OK了 然後欄位 看要幾個欄位 OK 然後呢,我們怎麼樣在操作 資料庫的話 有最重要四個主要的指令 其實四個主要的功能 第一個的話就是 如何把資料放進去 就insert into 第二個的話,如何把它讀出來 就是select 所以其實我們寫入 寫入其實在SQL語法的話 就叫insert into 那insert into 你後面告訴它說 你要放在哪一個table 比如我們這邊有個table01 然後後面記得有個關鍵叫values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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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括弧裡面就放 你幾個欄位 就放幾個參數 然後它就幫你把它放進去 然後你放 一個insert into 就一筆 如果你要多筆的話 你就是跑個回圈 把資料一直insert into 一直insert into 那就是資料 一直把它放到你的資料表裡面 再來就是說呢 如果你放進去之後 你可以把它查出來 查出來的話呢 它的語法就是select select後面的話 欄位 那一般就加一個信號 信號指的是所有欄位 from哪個table 就是從那個table 那如果說你有條件 比如說你要做全文檢索有沒有 或者說一些關鍵字查詢的話 那後面關鍵字會 哪個欄位 比如電話 TL 後面加一個like 文字的話like like的話記得前後加百分比符號 然後一定要再加單引號 這個前面有講過 你們可以再查一下雲章版上 那這樣的話呢 中間就放一個你要的關鍵字 它就會幫你把那個關鍵字的資料 全部都撈出來了 OK其實還蠻常用到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將來 你希望能夠快速做一些查詢功能的話 把你需要的資料撈出來的話 那其實最簡單就是查詢 OK 這是蠻常用到的 因為你放資料進去 你將來要做報表 那你要做報表的話 一定要懂得如何再把資料撈出來 那如果全部撈的話很簡單 那大部分都是我們要撈我們需要的 比如說我要撈哪個客戶 或者哪一個產品 或者哪一個地區 有沒有 那就下個條件就好了 就東西都幫你撈出來 那你報表再把它 撈出來之後 再做多個條件的查詢 查詢完之後再畫圖表出來 那你這個報表跟圖表 馬上可以顯示出來 其實蠻容易的 而且這些東西 Python後面全部都可以串在一起 OK 那另外最近有個很夯的軟體 要Power BI 它就是Dashboard 它可以把很多的圖表 全部都放在一個畫面上面 甚至你可以下條件 另外它還支援手機的APP 有沒有 你手機上也可以操作 你做好的東西 手機上也可以看到 你馬上可以查 查的話都是用視覺化來查 不需要下那個 那麼深色的Sequel語法 不用了 只用視覺化 那另外的話 還有就刪除跟修改 Update有沒有 Update哪個table 有沒有 然後呢 這個修改的話 不 那個刪除是Delete 然後修改的話是 Update 哪個table 然後後面中間做一個Set Set哪一個欄位 Set就是修改 然後再加哪 會有哪一個 一般是根據什麼的 根據它的 它的那個編號去做修改 如果相關細節 假如說已經忘了差不多 你可以參考什麼 第五個單元 我們雲端白板第五個單元 裡面的第41頁 我剛剛講的通路在這邊 有沒有 所以標準語法 所以範本在這邊 所以上禮拜的東西 甚至有些東西 你可以把它直接 先複製貼上 然後把它改一下 有點像可以把這個當範本 那剩下部分就是 把它當成修改一些參數吧 改一改 就可以拿來work了 底下我們還有做一個練習吧 練習什麼 練習那個 就是再把那個member member那個會員資料 有50個會員的資料 把它怎麼讀進來 然後再全部寫到資料庫的練習 也就是說呢 把讀取檔案 再結合資料庫的寫入功能 那兩者就可以完成 那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還是盡量熟悉吧 因為今天的話呢 也就是會把這個部分 再延伸出去 只是說呢 我們要抓取的資料 又不一樣了 這個資料的話呢 其實網路上太多了 現在的話因為資料 有一個趨勢 第一個是開放 想說你會發現 開放政府之前 要先開放資料 我們很容易會查到一些 這些相關政府 它沒有所謂的那個 隱私的問題的資料 OK 那另外的話呢 速度也非常快速 更新一下 然後資料又越來越大 那這種趨勢之下 你不用沉思還真的無法解決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看 第六個單元 不過那個雲端白板 我放的那個位置 零五的嘛 你看零六不見 其實它下面 因為零六是跟爬蟲有關 那爬蟲的話 又是一個主軸 所以我把它拆成 這個總共有七個小單元 一到七啦 因為其實本來講到這個部分 本來想說一個單元就可以了 結果沒想到 哇,越來延伸 那裡面針對不同的這個網路資料 那你會有不同的爬取方式 OK 尤其像最後一個 像Slinia這個 這個其實還蠻妙 像有些那個網頁 你要爬取的話 大部分就是它是靜態的狀態 但有些網頁是必須你要怎麼 點選的時候 它資料才會出來 那如果你不點它就不出來 那怎麼辦 其實第八個單元 其實就講那個 我們可以把什麼 有點類似像那個 Israel裡面錄製劇一樣 你可以把那個滑鼠鍵盤的動作 錄下來 然後將來要跑的時候有沒有 你就讓它直接跑 它就跑完那個動作 你再把資料抓下來 這個還蠻好用的 因為之前有同學 每天都要抓那個網路資料 它那個動作一定要按一下 資料出來了 然後它把它抓起來 按一下 它每天都按一下 它光按一下 它每天一早上都在按很多下 其實這個可以 你們可以來參考一下 我覺得這個還蠻好用的 但因為這個還 需要做蠻多動作的 那我會把步驟 都把它記錄下來了 像它這邊有個觀測站的這個 這個網址 它的需求是每天 抓這個觀測站底下的這個資料 那這個資料怎麼來的 第一個要先點縣市 第二個要點那個測站 點完之後這個才會出現 它每天都要抓這個上面的資料 所以它怎麼樣 它必須要點一下 台北下面 台北市的台北這個測站 資料又出來了 你點一下它就會出來 那這個技術 有一個專業名稱叫Agents Agents就是非同步更新 也就是你畫面其實沒有重新refresh 但它資料會重新to給你 OK 那這個變成就是說 你一定要點這個動作 那怎麼辦 如果你用一般的爬蟲爬不到 所以會可以用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slim 這個還蠻好用的 可以寫很多 那當然已經算是難度 應該相對比較高 所以我們後面的話會循序漸定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把這個601到0608 中間的部分先稍微看一下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先從比較簡單的開始 所以這個順序 我是按照難易度 把它做一個排列 不要說一下子講太難 那可能大家都沒有基礎一定會很挫敗 OK 奇怪 而且有時候抓不到資料 那感覺就會好像 這個有點難 那你徐序漸進 你慢慢有抓到了 然後再越抓越困難 慢慢你會發現 好像網路上看到的時候 全部都可以抓下來 沒有問題 感覺就會還蠻有成就感的 所以有些同學 等於爬蟲爬上癮了 然後回去每天都在研究如何爬 看到什麼網頁 這資料我想要 他每天都來爬 比如說看到什麼 想要訂房網 Agoda Agoda 所有東西都把它爬下來 然後把hotel.com 有沒有 把很多的訂房網站 全部的資料都撈下來 或者電商嘛 PC Home MoMo 東森 有沒有 他全部把它爬下來 然後做一個資料的比對 看哪一家他們的 這個定價的策略 到底有哪些的差異 有沒有 OK 其實也可以做分析啦 或者是輿情嘛 比如說新聞 當然 像現在你會發現 不同的媒體喔 這個報道的傾向完全是不同 有沒有 有的講這邊好 有的講這邊不好 那當然呢 那我們怎麼去做輿情的分析 需要爬資料 你總不能說你自己 慢慢去網路上複製貼上吧 所以呢 第一個請各位先看一下0601 那我們先從比較簡單的開始 簡單的從那個所謂的開放資料 那我舉一個例子就是舉那個台北市的這個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所以你們可以點下面這個連結 那進來之後的話 這邊就會跳到那個台北市的開放資料裡面 那當然呢 另外還有一個啦 你們除了說可以找這個之外 你也可以找什麼 找關鍵字叫開放資料 這開放資料的話呢 裡面你會發現就會有一堆的這個 這個政府的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的話第一名你會發現 這個好像叫實價登錄吧 那到底政府做了哪些開放資料 其實你們可以打這個開放資料的關鍵 你要開放資料之 開放政府之前啊 通常還是開放資料 那像政府的平台 像台北市的資料大平台 那裡面的話你會發現的話 這邊總共這麼多類別 總共好幾 這邊就公共資訊就是三萬多種了 各式各樣的 那你可以從這裡面找到你想要找的資訊 OK 那我是從那個台北市政府的這個資料平台裡面 因為我想要比如說想要了解就是說 各個菜市場 但到底它的定價 比如買個沖好了 到底哪邊買的價錢是最便宜的 OK 這個地方的話呢 所以我就搜尋 在這邊其實你也可以搜尋 這個關鍵字 裡面可以找什麼 找那個零售市場 或者零售市場行情 這邊 或者是你政府也可以啦 政府其實也會找到 找到那個其他縣市 就全國的 OK 那你會發現這邊就有什麼 台北市公有零售市場行情 那比如說我們今天呢 當然你可以按下載 這邊就有個下載有沒有 或者預覽一下 下載的話呢 它就給你一個資料 這個資料的話呢 它就是一個點CSV的檔案 你會發現點下去 在它的下方 就會有一個什麼 這個資料 它就點這個下載有沒有 就這邊就有了 點CSV的檔案 另外你也可以預覽 當然我們下載之後呢 我們一樣可以用Python去讀它的檔 可是喔 如果每次還要點一下下載 然後再讀檔 你會發現很麻煩 因為你必須要開網頁 然後再下載 然後再開啟 可是你想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不要這麼麻煩 我乾脆直接怎麼樣 我就直接針對這個下載一點有沒有 直接就是去爬下來就好了 我就不用說還要下載 然後還要再做一個動作 所以請各位先生大家了解一下 預覽你可以點擊這個預覽 你會發現這邊也有個連結 實際上它的實體連結就這一個 OK 那這樣你也可以點選 又下載一次 或者直接把它開啟 那開啟的話你會發現 它預設的程式應該是用 那個所謂的 這個Excel開啟 因為它是一個CSV 那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 它總共有幾個欄位呢 一二三四五個欄位 有沒有 那從這裡面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五個欄位 Ctrl向下我看一下 總共的話有24474筆資料 OK 那裡面的話就是記錄什麼 每一個哪個時間哪個蔬菜 在哪個市場賣的價錢 那如果我今天想要統計分析的話 但我主要是還是在Python裡面做 那該怎麼做 所以請各位先了解一下 OK 試一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這個 如何從那個網路上爬取這個 CSV的檔案 試一下